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 西奥多和玛丽亚在两人19岁时结婚 婚礼一个月后 玛丽亚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和丈夫非常高兴 并为宝宝正在准备着各种东西 在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准备一个小房间之前 他们准备了一个衣柜 一张小床和一些玩具来迎接这个小宝宝 他们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孩子的到来 并期待着很快就能成为一个小家庭 分娩的时间到了 玛丽亚急需去医院 西奥多打电话给她的朋友 让她开车送他们两个 但她解释说有一辆车坏了 不准备开车 年轻男子随后变得非常紧张 立即叫了救护车 但救护车来得太晚了 玛丽亚完全崩溃了 而丈夫一直抱着她 试图让她平静下来 当紧急服务到达时 女子被送往医院 并立即被送往医院 到了产房 年轻人不耐烦地等了一会儿 护士出来告诉她 她的女人无法自然分娩 必须接受手术 这让她非常担心 焦急万分后 医生终于出来了 无手术后几个小时 她脸色苍白 悲伤地向男子解释说 她的妻子在手术室里离世 小男还在最后一刻才得以获救 西奥多听到医生的话后震惊不已 开始尖叫起来 她不敢相信 她深爱的 与她共度余生的妻子 却要永远离开 再也不会回到这个男人的身边 世界崩塌 乌云笼罩了整个世界 以前幸福的人的生活 似乎她到现在建立的一切 都会像纸牌屋一样突然倒塌 医生对她儿子的检查 可是她在房间里哭泣 不她想见孩子 拒绝和孩子待在一起 护士试图让她平静下来 并解释说他们理解她的悲伤 但她现在对孩子负有很大的责任 因为医生注意到附近处境困难 精神状态 她要求护士不要给她生孩子 因为她可能会伤害她 然后她向西奥多解释说 她可以回家 一周后回来接孩子 一周后西奥多想 但是她一点也不感兴趣 当医院打电话给她 让她去接儿子时 她继续解释 说她不想看到孩子 医院的工作人员不知所措 他们以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奶奶知道孙子的遭遇后 毫不犹豫地去了医院 把孩子带回家 她没有照顾小家伙 给她买了她需要的一切 一开始 她试图带西奥多四个月后 祖母决定带着孩子去看望那个男人 并去了她家 但她没有在那里找到她 当她问一个人时 她没有找到她 一位邻居告诉她 她经常去森林边的银行 坐在那里 她立即跑到那里 查看丈夫和孙女的情况 当她到达时 看到该男子坐在栏杆上 手里拿着一瓶酒 年长的父女走近 并试图与她交谈 但她无法清晰思考 并拒绝交谈 无论如何 她把她的孩子放在她的腿上 但她没有反应 然后祖母失去了 让男人回心转意的希望 决定回自己家 混血动脉已经等在那里 每天陪着宝宝玩 是一只聪明的小狗 很喜欢小孩子 有时她说她的狗比较乖 孩子的父亲是孩子的父亲 所以孩子和狗以及她的曾祖母 在家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从那以后 她的曾祖母就不再和她说话了 并接受了她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的事实 但大约三个月后 西奥多没有等就站在老夫人的门前 向她解释说 她想要生下她的孩子 她想自己抚养孩子 她已经拥有了 她能够应对她的离世 妻子的精神问题得到了控制 现在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女人不敢相信男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但她很高兴 她终于想回到自己的生活正轨了 她终于允许她把孩子带回家 并帮助她 安排好一切 然后她含泪告别 每天去看望她的孙子 惊讶于父亲的努力 她甚至遇到了一个新女人 名叫奥利维亚 她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老太太相信 非奥多会她相信 孩子现在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可以在一个家庭中幸福地成长 但后来发现她错了 有一天 当祖母坐在花园里时 她发现她的狗不在家了 栅栏上有许多小洞 她一直想修好栅栏 正当她要去寻找她丢失的狗时 她静止从街道的拐角处 跑了过来 女子很高兴她的狗 安然无恙地回家了 但她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狗不是单独回来的 她嘴里叼着东西 当她走近时 女子意识到那是已故孙女的小宝贝 她一头雾水 立即把小宝贝抱在怀里 然后她赶到后立即去找西奥多 她立即抱了紧 在警察局 年轻人接受审问 并招供了一切都没有争论 原来我前几天把她女朋友奥利维亚和她分开了 她还没应对好 又陷入了深渊 她又开始喝酒 从她的角度来看 她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绝望的境地 她看似新的幸福和人生充满希望的阶段结果 却是一场噩梦 然后她带着孩子一起去了铁轨 她把她放在那里 然后回家了 她不想再有这样的事情了 然后她想在自己家里做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与此同时 老妇人的狗已经逃出了家 把路留给了孩子 她一定是意识到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跑过去 当她的主人毫无戒心地坐在家里的花园里时 尽管她以前从未去过那个地方 但她发现了孩子 然后她小心翼翼地将穿着衣服的孩子从铁轨上抓住 然后将她带回自己的家 这名女子很震惊 当丈夫没有接她孙女的电话时 她知道出事了 当年长的女人后来到达房子时 当这名男子到达时 她正要做出这件不可思议的事 但她刚刚阻止了这一切 并报了警 他们随后将这名男子带到派出所进行审问 警察们感到震惊 该市的其他居民也不敢相信 这件事发生了 真是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故事 感谢观看